2017年7月,波士顿,自由之路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方,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移民登陆 从1756年开始有七年的事件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争夺土地的主权 1992年电影《大地英豪》的背景,描述的就是这个时代 北美印第安人在列强夹缝中生存的无奈 剧情搭配音乐,荡气回尝,叫人热泪盈眶 最终法国人拜北,退至现在的加拿大魁北克 现今的美国东岸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国人和美洲部分居民的嫌隙越来越深 最终触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在这场战争之前几个冲突点和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点都在波士顿 眼前的老男聚会所 就是当时异议人士经常聚集论述时政的地方 自由之路大约四公里长 涵盖了当初独立革命战争的建筑物和遗迹 做18世纪士兵打扮的导游随处可见 我们还可以到一个分析市场 我们很悠闲的沿着指标走 但是没有打算要把自由之路走穿 稍微的了解这段历史 你会发现自由之路所谓的自由争取的并不是生存迁徙 宗教信仰言论出版等等的自由 而是我不想缴税给英国人的自由 波士顿屠杀旧旨 这是发生在革命前几年的军民冲突 酿成了食伤 老美用屠杀来下渡脚 我们来猜一猜一共死了几个老百姓 公布答案五个 这个起因于军民之间小误会的冲突 英国人称它为国王街事件 昆西市场就坐落于波士顿港不远的地方 四周的一些老建筑物原来都是仓库 现在则是商场 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事件不远 昆西市场内主要是卖吃的 观光客很多在这里逛久了有点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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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画给大家 我們還不太餓就先逛出去了 這個好可愛喔 再往前走就是波士頓港 再往前走 有飛機在天上塗鴉 再往前走 這就是我們的午餐啦 再往前走 好吧這一集就先這樣囉 拜拜 拜拜 拜拜